捷安乡的年度盛会客家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18号上午在捷安乡五谷宫热闹登场了 有50多只身形饱满羽毛亮泽的烟机 在捷安乡厢长以及各位贵宾的见证下 轮番上阵争齐斗燕 进行烟机称重比赛 而最终是由捷安村无姓名重养的大烟机 以十字经十三两夺下冠军宝座 一只又一只的大烟机被报到活动会场 放上称重机要看看谁是今年的烟机王 这是18号上午捷安乡公所在五谷宫所举办的 客家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50多只身形饱满羽毛亮泽的烟机 全都是乡内养鸡达人行行照料 饲养超过六个月以上的行血 在捷安乡长游俗珍及各位贵宾的见证下 大烟机轮番上阵进行称重比赛 经过一个上午的时间结果终于出炉 最终是由捷安乡无姓名重养的大烟机 以14斤13两夺下冠军宝座 你这养多久 一年 一年喔 养一年你看羽毛漂亮 随便吃有什么秘密包 你养有什么秘密包 随便吃都没这么重 是一名 贵宾相公所这一次天资良福基的一个比赛里面 除了是良福基的比赛称重 我们还要进行 还要进行我们的这个祭祀 跟整个颁奖的仪式喔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系列活动 欢迎我们的乡亲一起来 来挤安体验我们客家烟机文化 更要来礼敬我们的天神跟我们的众神菩萨 为我们开启过去一年的平安 也祈求未来风调雨顺 带给我们的客家庄能够有好的农产的丰收 跟家人的平安 就在我们的天市良福基里面 为了维护整场比赛的公正性 相公所在这次也安排专业研究师担任评审 其中最年轻的在今年只有35岁 因为在退伍之前我其实就有在规划 然后就在想说 有没有什么事业是 就是在存产内已经逐渐适为 然后我后来就想到说 对齁我小时候有请阿采斯 请他到我们家来验过机 然后我就一想到 这个是跟我们的在地文化是有连结的 然后而且它本身是在客家里面是我们的传统 然后在另一方面又跟我们的仇审的一个活动 是有连结宗教性能的部分 所以我想说这部分也没有年轻人想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想说我退伍之后就决定 就是去学这个技能 这一只只大烟鸡全都是在四到八周时 就请烟鸡师傅实施严割手术 严割后的胸肌较为温讯不具攻击性 活动能力下降 因此肉质的脂肪含量较高 客家乡亲不仅要比谁家的烟鸡最重 更要以他的大笑来展现对神明的敬意 祈求来年能平安丰收 记者许丽琴 吉安香报导